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战争史纵深投析 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火海覆盖 东京大轰炸的战略与影响 2.钢铁意志 列宁格勒围城战的坚韧与牺牲 3.沙漠风暴 海湾战争的精准打击与新战术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火海覆盖 东京大轰炸的战略与影响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既悲壮又震撼的历史事件 东京大轰炸 这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 更是一次对人性 城市和战争本质的深刻反思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要带你回到 1945年的东京上空 但别担心 我们只是旁观者 不会被历史的火海吞噬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二战末期 盟军已经在欧洲战场 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而太平洋战场上的日本 则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美国军方认为 要迫使日本投降 必须对其本土进行猛烈的轰炸 这就是东京大轰炸的战略背景 1945年3月9日至10日之夜 美国军队发动了代号为 会议行动的轰炸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轰炸 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火灾风暴 美军使用了大量的燃烧弹 目的是点燃木质结构的日本房屋 制造出一场火海 这场轰炸造成了约十万人的死亡 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东京的大片区域被移为平地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如果这种话题允许的话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东京的消防员 那个晚上你可能会想 这是我要面对的最糟糕的加班业了 但很快你就会意识到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火灾 而是一场无法扑灭的火海 这是一种无力感 就像是拿着水枪去扑灭太阳 东京大轰炸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不仅摧毁了日本的首都 也改变了战争的本质 从那时起 平民成为了战争的直接目标 城市轰炸成为了一种常规战术 这种战术的残酷性 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也引发了对战争道德的广泛讨论 东京大轰炸也是战略轰炸的一个转折点 它展示了空中力量 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 同时也暴露了这种力量的毁灭性 在战后的国际法和战争法中 对平民的保护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尽管实际效果仍然有待观察 最后 我们可以说 东京大轰炸是一面镜子 它反映了人类在极端情况下 可能达到的毁灭性 它提醒我们 战争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冲突 它还触及了无数普通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铭记的历史教训 以确保这样的悲剧 不会再次发生 好了 今天的历史课就到这里 记得 历史是用来学习的 不是用来重复的 下次我们再聊一些轻松点的历史话题 比如中世纪的时尚趋势 或者古罗马的街头小吃 别忘了做笔记 考试可不会手下留情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钢铁意志 列宁格勒为成站的坚韧与牺牲 好的 同学们 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历史上的硬核话题 列宁格勒为成站 这个故事比任何好莱坞大片都要刺激 而且我敢打赌 这是真实的 想象一下 你在一个寒冷的俄罗斯冬天 外面不是吓着小猫咪 而是德国炮弹 这就是1941年至1944年间 列宁格勒 现在的圣彼得堡 居民的日常 这座城市被纳粹德国围困了872天 是的 你没听错 872天 这比大多数人坚持健身的时间还要长 列宁格勒的居民 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钢铁意志 他们不仅要对抗德军的围困 还要和饥饿 寒冷 疾病搏斗 食物短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面包里掺了锯末 而且还被视为珍贵的资源 想想看 如果你的三明治里有锯末 你可能会考虑去给三明治店的老板写个差评 但在列宁格勒 这样的面包能救命 但是 幽默感在困难时期 也是一种生存工具 据说 列宁格勒的居民们 甚至开起了玩笑 比如 如果你的朋友 从你家里走了出来 而且他的脸色很好 那么 你应该立刻检查 你的食物储藏 或者是 今天我在黑市上看到了一匹马 我问卖家这匹马 是用来做什么的 他回答说 你以为这是用来骑的吗 这是用来炖的 尽管幽默可以帮助人们保持精神上的坚韧 但列宁格勒的居民们 还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成千上万的人在围城期间死亡 他们的坚韧和牺牲成为了苏联宣传的一部分 激励着整个国家继续战斗 最终 当围城被打破时 这座城市的居民 几乎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 他们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 以至于自由的滋味几乎变得陌生 但他们做到了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生存故事之一 所以 下次你觉得自己的冰箱里没什么吃的 或者忘记了带雨伞在雨中跑步 想想列宁格勒的居民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 人类的意志也能像最坚硬的钢铁一样 坚不可摧 而且 如果你能在苦难中保持幽默感 那么你已经赢了一半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沙漠风暴 海湾战争的精准打击与新战术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场名为沙漠风暴的战争 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风暴 而是一场技术与战术的革命性风暴 它在1991年席卷了中东的沙漠 首先 我们得回到1990年 当时伊拉克的萨达姆 侯赛因 萨达姆 可能是在地图上看错了 他以为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19个省 于是就派军队去回收了 结果 国际社会并不买账 联合国案里会说 不行 你得把科威特还回去 萨达姆不听 于是联合国就组织了一场名为沙漠盾牌的派对 邀请了美国和其他30多个国家的军队参加 目的是保护沙特阿拉伯 顺便给萨达姆一点颜色看看 到了1991年1月17日 派对升级成了沙漠风暴 这场风暴不是用沙子 而是用精准制导武器和新战术来吹的 美国带来了他们的高科技玩具 比如隐形战斗机F117和巡航导弹 这些都是当时的尖端技术 这些玩具可以在夜里悄悄地飞到伊拉克上空 然后咔嚓一声 伊拉克的雷达战 通信中心和防空系统就变成了烟花 这场战争展示了所谓的精准打击战术 意思就是你可以精确地打击敌人的关键设施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到处乱扔炸弹 希望能打中点什么 这种战术的好处是减少了平民伤亡和不必要的破坏 当然也让敌人的军队感到非常头疼 除了空中的精准打击 地面战也有新花样 美军指挥官诺曼·施瓦茨科普夫 Norman Swartzkopf将军玩了个魔术 他让伊拉克军队以为美军主攻会从海湾方向来 结果却是一个巨大的左勾拳 从沙漠深处绕了个大圈 直接攻向了伊拉克军队的侧翼 这场战争只持续了42天 就像一场短暂的沙尘暴 但它改变了现代战争的面貌 它证明了高科技武器和新战术的有效性 同时也让世界看到了战争的新规则 当然 这些新规则并不意味着战争没有代价 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军队如何准备和执行战斗任务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天气预报上有沙漠风暴的预警时 别忘了 这可能不仅仅是自然现象 也可能是一场战术与技术的革命性展示 不过 最好还是戴上防尘口罩 无论是真的沙尘暴 还是比喻的沙漠风暴 都挺扰人的 各位观众 历史总是充满了令人震撼的故事和深刻的反思 今天我们聊的东京大轰炸 列宁格勒围城战和沙漠风暴 都是战争中的重要事件 它们不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也反映了人类在极端情况下的反应 东京大轰炸让我们深刻反思战争对平民的影响 它成为了城市轰炸的一个转折点 也引发了对战争道德的广泛讨论 列宁格勒围城战 展示了人类钢铁般的意志力和幽默感 尽管面临着饥饿和寒冷 这些居民们坚持不懈地抵抗 它们的故事是生存的典范 沙漠风暴则展示了现代战争的新趋势 精准打击和新战术的应用 使战争的规则发生了改变 高科技武器的出现 让战争更加精确和有效 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责任 历史告诉我们 战争是残酷和毁灭性的 但也激发了人类的勇气和坚韧 我们应该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以确保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 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分享的故事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